尿尿时出现泡沫多半为正常的生理现象,主要为排尿过急,尿又浓锁等,并不需要慌张,但如果排除上述又阴厚的尿泡沫,则可能是疾病引起的。 尤其是尿酸膏的人,出现尿泡沫的情况更要警觉,尿酸膏小便会出现尿泡沫吗? 这种尿泡沫要注意了,单纯性的尿酸膏,小便时是不会出现泡沫的。 尿酸膏属于人体飘令代谢发生紊乱,致使血液中血尿酸含量增多,而引起的一种代谢性疾病,尿酸膏跟几个阶段,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表现。 我们来具体说说,第一阶段,单纯性的高尿酸血症初期,没有明显症状,小便也没有泡沫,少吃高飘令食物,多喝水或者喝点尿草助排尿酸即可。 第二阶段,当人体内因血尿酸过度升高,超过其饱和度,和高尿酸血症就会进入到第二阶段。 即使负责身体梦不会吸出的白色尿酸性体,也就是俗话说的痛风时,此时可以发痛风,出现剧烈疼痛。 第三阶段,出现痛风时,积极调理,如引用中医药草方等,一样可以有效降低尿酸含量,改善痛风。 但当尿酸升高,出现尿泡沫时,则要十分紧急了,人体内尿酸三分之二需要通过肾脏排出。 出现尿泡沫可能是长期尿酸或高损害肾脏健康,引起的肾脏病间以及肾栓结。 而肾脏病变时,则会出现小便,有泡沫的症状,单位朝两带桃红紧锁边注,坐把,鱼鱼,汁子和各瓢各十克,桑叶八克,百合九克,加水两碗约五百毫升,浸泡15分钟,中火炙开15分钟左右,煎出液约150-200毫升。 过滤取汁,第二煎加水一碗约350毫升,直接在火上煎煮十分钟,煎出液约100-150毫升。 过滤取汁,与第一煎药液合并后,分次饮用,饮用,每天二到三次,一天总饮用量为300毫升左右,每副药最多煎煮两次,不要合夜间。 如果嫌麻烦选择茶包也是可以的,但是要注意配方,药效成分分析,以枝子含有的枝子肝和西红花肝,有利尿消肿,降低尿酸的作用。 二菊菊所含有的菊菊酸,菊菊跟多酚的有效成分,又降低尿酸,溶解尿酸结晶的作用。 四方液可清除体内自由基,排除体内毒素,减轻炫酸负担,五百合含有秋水限减,可与尿酸发生中和反应,促使尿酸代谢。 缓解痛风筒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